含雪人 있다는教授 大家好,我是小甲 今天來做焦糖烤布雷吧 首先在碗里打入3顆雞蛋 然後手洗乾淨,將蛋黃撈出 然後將蛋黃攪散 這樣就可以囉 取35克的蛋黃液倒入碗中 加入細砂糖 攪拌均勻 放一旁備用 接著在奶鍋中加入鮮奶及鮮奶油 開中小火加熱 加熱到像這樣旁邊起泡小滾狀態就可以囉 將煮好的牛奶倒入蛋黃液中 邊倒邊攪拌 後面放到大堆 煮好的牛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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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過篩倒兩杯中 煮好的牛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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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倒入模具中 一半的高度就可以了 如果杯中有气泡 可以用汤匙把气泡捞出 然后送入烤箱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00度中程烤45分钟 烤好后取出完全放凉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过夜或最少4小时以上 要吃的时候再来做焦糖的部分 在表面上均匀的撒上黄砂糖 接着再撒上第二层的黄砂糖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不定义到一半的目的 就是想要在后面吃每一口的时候 不定义跟焦糖的比例更加的完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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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